戏听够了 我还以为你专门叫我 过来围观 旷世虐恋情感大戏 你的脑内小剧场 就不能对我友好一点吗 那得取决于 男主在我这儿的定位 谁让你有一个 喜欢投资前扭的人设呢 孕妇找上门 我很难不想歪 你就不能把我想得高尚远吗 由支持和鼓励 女性创业者的投资人 从上春雅集 到刚才的范约 你都在劝女性创业者退出 有的时候 不是光靠进宫 就能取得胜利的 有种策略叫做以退无金 愿闻齐强 不要把精力耗费在 不会产生任何价值的纠纷上 越过障碍 你才能看到更有的味道 我还以为你能说出什么呢 又说这些鸡汤 来 喝吧 林师傅可以炖了 足足三个小时 可别再嫌弃什么 优质漂亮的 不错 爸 嗯 还不错 你看啊 这就是 因为我放弃追究杨简的责任 所以才换回来了 这段时间的晚餐 你还来劲呢你 我看你生事好利落了 是不是 和你抬杠最终都是 气死我自己 我还能把你气到啊 看来那个障碍也不算是 什么障碍 都知道了 安奈达抢先发布了 流动的申请 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那是向昭阳在安奈达 任职期间的设计 你就不应该动这套设计的脑筋 你的马后跑说得很对 我原本的确是动了 那套设计的脑筋 反正现在人已经在我这儿了 新的设计是早晚的事 我好 喂 江湖 我们聊聊 最近瞅你生产挺紧的 走不开 就是找你聊生产 新款 我有点事也得先走 我有点事也得先走 汤你趁热喝 瓶子我下次过来拿 走了 江湖 你遇到任何问题 都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 毕竟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伙人 帮助人 你还没吃晚餐 和人谈食 别忘了填饱肚子哦 知道了 你约我来这儿 太喝我煎碗了 喝什么 您好 咖啡 这点喝咖啡 对身体吧 来个 你给我到这儿吧 谢谢 好的 稍等 我听说你最近在研发 腾跃的新产品 是啊 跟以前一样 代加工和腾跃线并行 在厂里也不冲突 不冲突那肯定是好事情 你是不是不太了解 腾跃以前的定位是吗 我挺了解的呀 所以我更加知道 腾跃现在需要 高一档的定位 这可不是你爸 之前说的定位 张伟善 你想说什么就直说 别在这儿绕弯子了 我认可姜叔叔的 市场经验 他做的判断 肯定有他的道理 所以吧 腾跃还是走 低端更好一点 如果我不希望呢 那咱们的产品太相似了 你又没有考虑过 自由棋的情况 自由棋 现在的自由棋 应该是你要考虑的吧 那要对自由棋公平的话 我得停止你们的代加工订单 没有商量余地了吗 除非你可以 除非你可以 腾跃可以不做自由棋的代加工订单 我不会放弃腾跃的新定位 和新产品 江湖 你要考虑清楚 张文神 人不能什么好处都占尽了 我不能 您也不能 我考虑得很清楚 就这样吧 先生 您好 您的美护皇帜 先生 您好 您的美护皇帜 先生 您好 您的美护皇帜